去年三月停留我国渔船 日春才68号在印度洋海域 遭到的索马利亚海盗挟持 海盗向台籍船长吴莱鱼的家属 要求800万美元赎金 好人还没救回来 不过吴莱鱼现在已经丧命 美军发动猛烈攻击 海盗船冒烟起火 同样的场景不幸让台湾籍渔船 日春才68号船长吴莱鱼 葬身印度洋 日春才68号去年三月 被索马利亚海盗挟持 海盗要求800万美金的赎金 家属4月下旬才瞧出 比较能接受的数字 不料5月20号 美军执行反海盗任务时 和海盗伯火将日春才号集成 船长吴莱鱼意外身亡 我们想那个吴莱鱼的家属 至少我们最深的海盗主义 目前就是正在进行一个事实调查 所以我没办法说 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评论 美军开炮 台湾船长成枪下亡魂 AIT尴尬只能赶紧协助善后 吴莱鱼的家属历经一年来心力交瘁 控诉外交部在交涉的过程中 无能为力 事实上吴莱鱼曾经透过电话求助大陆驻索马利亚总领事 电话中他听到中文相当激动 拜托这位领事救救他 鱼气颤抖听起来极度绝望 东非海域海盗猖獗 台湾远洋渔船冒险调捕 船长意外赔上性命 葬身海底 家属的卑微心愿死能见尸 残酷落空 这是我黄炎仪综合报道